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呢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那個學習吉他 或者是烏克麗麗或者是 一些其他的弦樂器 就是會用到的一個小配件 那 就是它雖然不大,但它還蠻重要的 尤其是那個如果是 業餘愛好者不是一個專業音樂者 那個耳朵沒有那麼淪光 你一定會需要它,就是一個調音器 然後因為我最近 在學 那個吉他跟烏克麗麗 對,我就是那個業餘愛好者那一個 然後呢,我就 那個,買了一個 那個Code 那這個是,算是 知名品牌啦,不過它現在 很多東西已經不是春日本 或美國製這樣子 那像我買的這個型號是那個 Pitchhawk G 對,然後這個 調音器它是 越南做的 越南製造的 然後裡面會附一顆調音器使用的電池 那 一般在,就是玩吉他 或烏克麗麗的人應該會知道就是 調音器可能你在市面上找的時候會有 明片型,就是那種一塊 然後那一種形狀 跟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差別是在哪呢 一片的那種它通常會有一個 麥克風收音或者是它 額外接線去做調音 那像這種的話,它其實是一個 夾子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夾子 那它要夾在哪裏 我們請出其他的 事實在上 這是我的吉他頭這樣 那,這是零優弦吉他 那這樣子的調音器 一般來說 如果你不是買到那種太特定的 特定用途使用的 它通常會是一個通用型 就是,你用弦吉他 鋼弦吉他,電吉他 或是烏克麗麗可以通用的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它其實是 夾在這 就是,反正就是一個 琴頭的地方就對了 那原因是因為它其實是靠著振動頻率 去做調音 那這個頭就可以這樣轉來轉去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是在表演的中途 需要做調音 因為可能音就跑掉了這樣子 所以你可能可以這樣看 或者是有一些人不想那麼明顯 被人家看到他在做調音 他就可以把這個 螢幕的地方 夾在後面 藏在後面自己偷偷調音這樣 這樣看不到,在前面看不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把它打開看看它 螢幕畫面長什麼樣子 其實它的畫面就很簡單 因為其實像那個現在的調音器也有一點很花俏 就是還有彩色LED這樣 那當我自己偏好就黑白就好了 那它有幾個很簡單的按鍵 就四個按鍵 這是開關 那這個是Mode 就是模式 其實你可以 這現在是通用模式 然後當我再按下去它可能會有 For Guitar的 或是For Bass的 然後再切回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那個 這裡頻率的數字就一直在跳 那這一台有從436一直到445 那一般吉他來說的話 它的標準音是到440Hz 對,那但是有的時候比方說像 2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弦樂器 它的標準音的頻率 赫子可能不是440 所以如果是像這樣子的一個調音器 它是通 比較稍微通用款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的那個 赫子那邊的調整 然後去做其他樂器的調音 這個按鍵啊 當我調成吉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可以調 比方說聲降半音這一類的 它會有一個Range存在 那我就先把它調回來 那以吉他來說的話 他的畫面會怎麼呈現呢 就是像這樣 他告訴我 現在是第六根弦 讓我的那個聲音跑掉了 那如果說像這樣子的畫面 就是調準了 就是會有 調的多了一點 或少了一點情況 因為這是一把心情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它就會有 從第六根弦到第一根弦的提示 那但是如果我今天把這個Mode 調整到一般的話 也是可以調吉他 只是它就不會有那個 六五四三二一的提示 這樣 對 那因為我沒有Bass 所以我就沒有Bass的那個 示範畫面給大家看 以上是簡單的介紹囉 如果有需要這樣子的一個 調音的小工具的話 以這個大小來說 還蠻適合攜帶的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喂 President nous